答疑 专心念诵大悲咒就可以发财吗? 互助祈福的生活方式是以念诵经咒不向功德给施主并接受施主布施的模式,获得证明的经济来源。 有朋友质疑,如果念诵经咒有助于获得财富的话,那何必要通过为他人诵咒祈福的方式或者金钱呢? 坐在家里念念不就有钱了吗? 要搞清楚这个问题,首先要知道,我们生活在一个相互依赖,相互竞争的生态环境中,每个人都有他独特的姻缘。 所以,各取所长,互相帮助是和谐生活的常态,正如一个厨师生病时要找医生,而理发时要找理发师。 互助祈福的理念正是如此,专业持诵者一般对经咒有更严重的信心,对诵持有更闲实的经验,也有更多的修持时间和更专注的定心。 这是与施主互惠互利,祈福增福的基础。 在带给施主颂持功德的同时,互助祈福的念诵者也获得施主的报偿。 根据英国夜报的原理,此报偿为施主的布施,施主也将因此而获得布施的功德。 因此,这是典型的自立立他的成为。 另外,佛教认为,自作自守,共作共寿,不作独寿。 因此,亲自持诵经咒的效果是最好。 在自己持诵修行的过程中,对经咒的信心也会逐渐增强,对相关理论的了解也会逐步加深。 但如果由于工作繁忙或其他原因,独暇亲自读诵,则情人代诵,并不向功德给自己,也可以获得读诵经咒的功德。 无论是自诵,还是情人代诵,都要知道,信为道源功德猛,长养一切诸善根。 没有对佛菩萨经作功德的信心,则难以获得预期的效果。 佛菩萨的加持之力,如阳光普照,没有信心,就相当于是石头,不管阳光雨露如何充沛,也即发不了芽,也接不了果。 我们还要坚信,在无数式的轮回中,不论是财富、名誉,还是健康、安全和事业的,我们都已经积累了很多的善因。 佛菩萨的加持之力,在于激发我们的善因和善缘。 促使善果的成熟,只要我们坚定对佛菩萨神咒的信心,坚持不懈的宋持,一定会得到相应的善果。 最后,我们再来看这一条结纳。 坐在家里,为自己念念就可以发财呢? 理论上来说,是的。 新文乐,宋持大悲神咒者,与现在声中一切所求若不果髓者,不得为大悲心图露你意,为除不善,除不至诚。 但是,因为我们的修行水平无限,这种方式对我们而言,虽然是最好最理想的,却可能不是最现实最有效率。 在念诵修持中,可以超越对精情的需求,达到真正的财富自由,乃至超越一切物质的障碍。 但是,作为一个普通人,受限于自身和社会的工人约束,则难以达到这个东西。 我们需要在和他人的交互中生存,经济收入也需要通过常规的职业途径,比如制造业、商业、服务业等。 坐在家里,念念,是可以增长自己的福德,但不能让钱从天上掉下。 从事常规职业的人,可能会没有太多的闲暇和经历,去修持精度的福岁,而专注于修持的人,则可能无暇去通过世俗的职业来赚钱。 互助其国,互助互利,对大家可能是一个很好的职业。 不知道您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呢?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感谢您的观看,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